大家足以平安 武汉这个疫情 让许多人感到心里面恐烦 特别我们也看到 这些义父的人员 他们也尽心接力 他们也需要平安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世人当我们讲到平安的时候 我们的平安基本上是停留在安全感 安全感就是当这个安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 我们的安全感就失去了 就没有了这个平安 可是耶稣所讲的平安却是不一样的 耶稣所讲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 那是给我们一个确据 那第二 这个平安是从天上来的 所以人不能够夺走 第三个平安 是荣光的平安 当我们有了这个平安的时候 我们脸上就会流露出耶稣的荣耀 那第四 这个平安是永安的平安 它是永远跟我们在一起的 所以这也就是耶稣给我们这个确据 当我们有了这个平安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忧愁 有个胆怯 那我们这时候就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特别围绝 武汉的医父人员 还有世界各地的医父人员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 你留下平安给我们 而这平安是没有忧愁 不胆怯的 我们特别要围绝 这些医父人员来向你祷告 当他们站在前线的时候 围绝拯救这些病痛者 主我们知道他们将自己的生命都献上给你 献上给这些病患 主他们的家人也会担心 甚至这些站在前线上的医父人员 他们心中也有着担忧 虽然他们有这样的元气 我们围绝他们感谢 但是我们祈求天父 让他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 他们更深深地经历到 耶稣你的同在 把你的平安赐给他们 虽然有一些人可能还不认识你 但是主透过这一次的救父 你让他们亲身地经历到 永恒的神你在掌权 你与他们同在 使他们经历到你所赐给的平安 在他们的心中 我觉得这些救父的人员 我们再次地向您献上感恩 感谢你 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爱 也同时候让他们经历你的爱 我们再次地向你献上感恩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